Hello 大家好 我是Peggy 我的梦想就看到你咯 点赞 我是美人琪琪 那么这一次呢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很多人每次来我的 office的时候 来我公司 他第一件事情就会问我 Peggy 为什么你的鱼缸的水 这么一样清洁的 为什么这么一样干净的 我家都萌萌的 为什么 那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么今天呢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为什么你家的鱼缸总是 萌萌不干净的 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的就是 你的水缸是不是这样萌萌呢 但是你希望的水呢 就好像这样子的洁亮清白 有看到这两个呢 的差距别嘛 是不是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的水缸 为什么一直都是这样萌萌的 而我们的店的呢 就可以这样亮亮白白的 甚至更亮更白 你看上面这些 更亮更白更干净 你三次有来过我店的朋友们呢 都有发现到说 为什么我的店的水 可以这么亮白 而你们家的就是这么萌萌的 首先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了解就是 你的鱼缸是否 有这些问题 问题一 你是否刚刚才刚开始set鱼缸 如果你刚刚开始set鱼缸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你刚刚成立一个鱼缸的时候呢 它一开始水是白的 只要你放了生物过后呢 几个小时它就开始萌了 那是原因什么呢 那是原因它的里面的消化系统呢 还没有成立 那么你必须呢 让它有一点时间过后呢 它成立了就可以 就可以变亮了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当然也有问题的就是 你的filter 是不是能够cover你的鱼缸里面的水 所以你们如果水蒙的时候 你们不要太过担心 因为你们首先要找出几个问题的 一 问题是你刚刚塞鱼缸 如果你刚刚塞鱼缸的话呢 你的鱼缸的水是会蒙的 这是难免的 第二 你如果塞好鱼缸了过后 也放了两个礼拜到 一个星期过后 还是很蒙的话 那么会不会是你的filter不够强呢 这时候呢 你就要改良你的filter 把你的filter加强一点点 如果你把你的filter加强了 过后呢 还是蒙 那是什么原因呢 也就是你的消化系统没有成立 那个消化系统没有成立的时候 要怎么办呢 那么你就要开始加上 那种很好的过滤菌食啊 那种 Biomore Biomat 那种东西 来让你的水呢 变成亮的 就是它会帮你消化掉 水里面的那些 吸力分子 我们所谓吸力分子的 那么让你的水就干净了 我们有时候呢 养鱼养久了过后呢 你水是亮的 这时候你的水亮的 养了两个星期后 你的水开始蒙了 也是会有这个原因 为什么呢 一 你的filter support不到你们的缸 所以你必须要就加强你的favor 二 可能你就会像我现在这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缸呢 就是鱼过多 filter过小 这时候呢 就会出现这样萌萌的状况呢 是正常的 所以有时候水蒙呢 也不要太担心 因为它也不会导致到你的鱼死的 只是你就是眼睛看起来会不舒服 那么鱼眼睛看起来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怎样加强你的filter filter是需要被加强 很多人每天就说 我为什么我的filter这么贵 然后 那么 就想要买一个便宜的 告诉你便宜的不是不好 便宜的呢 support不到你的鱼缸 那么你一个这么大的四扯缸 如果我用一个这么小的呢 也是support不到 它必须又差不多 还要再大一点点的啦 真的就是我们 纯粹就开放着这样子 所以 你们一定要知道就是 为什么今天我的水会蒙 到底是什么原因 其实是蛮多原因的 放一 你的鱼缸呢 是刚新建的 如果这样一个新的鱼缸呢 如果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这些水浑浊呢 多数是因为你的下面的泥土啊 或是沙石啊 洗不干净 也就是说 你把的水冲的时候 就冲到你的泥土 然后那些灰尘呢 就浮上来了 所以物理性的浑浊呢 是非常正常的 多几天运作过程 你的filter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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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几天过后呢 你的鱼缸的水 就会变成很干净了的 这个呢 可能你如果新的鱼缸了两周 你发觉到突然间变成浑浊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养鱼了过后呢 你就投入了食物啊 那些东西 都会造成鱼缸浑浊的 因为水里面的积物增加了 这时候呢 会引发呢 大量的细菌繁殖 当然大量的细菌繁殖之后 我们就会叫Newton syndrome Newton syndrome 基本上是不用做什么的 只要它系统 一旦成立了过后呢 那个水呢 就会慢慢的变清澈了 状况三 也就是你换水之后呢 鱼缸突然变浑浊 相信大家都有问题 面对到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你的水的干净 原本干净 可是你换水过后呢 它开始变成浑浊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是原因是 因为你的过滤系统呢 它有其他的异样 细菌跑进来 所以它那时候 它们就有cross over的现象 因此呢 鸡物质呢 就会开始变化 也就是大量的继续繁殖的时候呢 它也会 就是变浑浊 可是不用担心 因为过了两个小时后 到或是一天过后呢 它就会变回干净了的 但是呢 很多人都会有遇见这些问题 也就是你去翻到它的底纱 也就是你洗那个底纱 刷刷刷刷刷刷刷 那当你一洗到那底纱的时候呢 其实你们一定不知道 很多底纱呢 就是上面的排气物 都往下面沉淀 那么它们都躲进去我们的底纱 也就是那些沙丝啊 石头啊 泥土 因此我们洗鱼缸的时候呢 就尽量不要去碰撞它们 因为一旦你碰撞了过后呢 它的大量的基物质呢 漂浮在水中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会导致到你水浑浊的啦 上面这几种呢 也就是每次呢 常发生的水缸 变成水变浑浊的原因 如果你是因为上面那几种呢 其实你大致上 都不用太担心的 也不需要太慌张 因为它几天过后呢 它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 其实呢 对我来讲的话 如果鱼缸会变成浑浊 原因最大的就是那个鱼缸里面的排泄物 也就是鱼的大小变的排泄物的原因 因为当鱼呢 排泄物越多的时候呢 它的异样 菌大量繁殖过后呢 也就是会导致到那个水变浑浊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里面有很多那些残耳 很残的就是说你喂食锅量那些食物 吊在下面啊 死鱼啊 腐烂的水草 这些都会导致到水浑浊的 因此如果可以的话呢 就保持你的鱼缸干净 也就是多多把这些烂掉的废物呢 给清洗掉 这样子呢 就可以保持到你的水质呢 漂漂亮亮干干又净净的 今天呢 要有一个这样漂亮的鱼缸呢 或者这种亮亮洁白的鱼缸呢 其实是非常容易 你只要做对步骤 只要步骤对 后续没烦恼 好啦 谢谢大家喜欢看我 应该不是这样讲 好啦 或不多说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按啊 分享那么下次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哦 掰